歡迎收看第十五屆省港杯第二回合的比賽 記得一個星期之前 香港主場在旺角球場進行了第一回合的比賽 結果雙方打成一比一的平手 這場第二回合的賽事就是廣東隊主場 而是去廣州市的東教場球場進行比賽 現在投賽已經開始了, 穿了紅色衣服, 左攻右的就是香港隊 主隊, 廣東隊是穿了藍色衣服的 這場球一定要分出勝負 如果打和就要加時加時不行, 要射十二馬 看看冠軍是誰熟了 好, 廣東隊的一次攻勢 看到隻身一頭咬到前面 陳志強好, 拿著這個球送到前面 但是送失了, 五文兵又脫腳 現在看到丘建威拿到球 後場扣扣前面又被人撞回頭 下了五文兵, 腳被人撞回頭 很想帶他衝, 躺回頭 給了這個, 李朝陽 再給你, 就是這個, 吳群立 再鬆過來右邊 出擊的彭昌明, 罵過來, 捉到第一角落 第二個, 彭國偉, 竟然射高 這個球在香港隊, 幾乎有失 開不後, 無奈, 幾乎有失 廣東隊這場球, 所排的陣容 跟上一場球的下半場一模一樣 再看這個, 曼群立, 第一角落 第二個, 彭偉國, 拿定了射 竟然射高快速的話 廣東隊在短短的開球 後幾分鐘應該是打開紀錄的了 他們的陣容是下半場 所謂下半場, 即是說, 吳群立正選上陣 代替是靈小軍 而香港隊有一個轉變 就是棄用外援的門將 希福特用鍾浩然把關 另一個名額就是用快逆聰的確路上陣 確路是打防守中場的 看看他在這個香港隊的陣裡面 作用究竟發揮了多少 這個球又過了 好, 下底線, 彭偉國, 閘偉 送出來演出, 還有球員接影的 好, 麥昭比進去中間 這個球也被香港隊的球員刪出了 再用高球送進來, 又被陳志強頂出 看看吳群立, 餓死又如何 這個球員面對很悶 一鏟鏟入了, 不用高興 你看看, 為何靠搶的那些廣東的球 全部站起來, 緊張得 這個球是越來越壞, 的確越來越壞 說回這場今晚七點半 都靠搶居人的賽事 在廣州方面非常轟動 看看剛才彭偉落底線的球 究竟廣東隊的球員是否有餘位呢 現在十二號的球員就是麥昭 麥昭把球壓回到尾頂, 一射 好, 還是有一片混亂的 彈回到右邊 麥昭一邊跑, 一邊看中間 這次用右腳, 送進來中間, 又如何 再頂出 這個慢鏡頭, 夠了些場氣 好, 最後一射就是業衛的 十四號的李朝陽 好, 我們這個慢鏡頭 足足是跟足他三次的射門 還有傳中之後, 終於找出哪個球員 原來越阻位, 上半場的比賽仍然繼續進行 對了, 李健和等鑑的球 扔到這個郭露 郭露第一場球, 第一回合沒有上陣 郭露比過來中間 比了陳志強, 扯過來 現在撞失了, 五分了 好, 又一叫, 避過了對方, 沿著右路 但是仍然有個李慧文 佈著李慧文一埋都不同了 斬過來中間, 又逃不過邱建威了 邱建威塞了浪, 跟著轉身 好, 避過了對方 這個年輕的球員, 一斬斬到前面 怎麼樣?譚拔是死追的了 追過來這邊, 撞一撞就搞定了 對, 果然撞一撞過來左手邊 斬斬過來中間, 看看怎麼樣 李健和, 撞過來右腳一隻 這個球, 羅繼華射高了 意識相當不錯 李健和用頭錘把球點回來中間 羅繼華將鵝眉魚中間 第一時間右腳施射可惜射高了這個球 廣東隊的守門員, 歐楚良 帶大家回來, 準備開了 這是生球 然後, 鬥球底炒出一個很高的球 從高而落, 兩個都撐不到 然後見到五民兵 吳群立在撐過來這邊 撐過來, 看看 吳群立也是接應右手邊的全中球 全中球是射高了的 好, 我計算一下這個射門機會 香港隊如果不輸, 真是認真是有 幸運之神的眷顧這個球 你看, 鬥球的中間 吳群立的技術和名氣 加上射門腳頭在那個位置不進 純粹是香港隊的幸運 已經逃過兩次大難了 兩次是射高了 這次鵝路在中路一跳跳起 頂不到球, 後面有譚少偉 哇, 閃身過多羅計劃 羅計劃第一回合的賽事是非常出色的 結果呢, 廣東隊的教練岳永明 檢名就一跳要凍結這個中場的球員 他第一場踢出來的球 被譚少偉更活躍 陳志強信向前面, 究竟誰得到 東方的隊友李劍和 李劍和也被李勇迫得非常緊 暫時沒什麼球踢的 好, 接著這個球隊身材壓過對手 頂到右手邊, 右手邊的譚拔是 身材也輸著, 比四號的王啟能 廣東隊的後防球員王啟能的身材 我想差不多這個基亞幾多了 一樣這麼高, 這麼大隻 好, 拿手去十九號的確路 就是這個界外球 為什麼會擦乾淨它呢 手汗和球有點濕 如果不擦它, 就會滑手, 扔得沒那麼遠 現在這個球, 譚密津德德 後面也有基亞 然後你見到, 津賣裡面 也是東方隊友李劍和 他壓著對手來, 把那球一彈彈彈橫 彈完之後自己覺得有點可惜 打到現在為止, 相信各位觀眾 發覺主隊廣東隊的攻勢 比較紅衣的作客的香港隊 稍為銳利一點 打下去, 站穩陣腳又如何 又是廣東隊的攻勢 五群立, 拿這個球 排頭一刀, 這邊不知道追不追到 這個球就追不到 出了界了, 球證給誰呢 這場球, 廣東隊主場 他們派出的球證是李少豐 李少豐負責執法這場賽事 彭偉國撿這個球不扔 給另外一個隊友扔 五民兵也不扔 原來墨超上來扔才是真的 墨超的臂力都相當好 應該扔了他禁區 但是他果然扔了禁區 但是陳志強一頭打高了他的球 再來第二下頭一頂, 跟著韋仔回來 別鬧了, 右腳大腳先撬他的球 由這個王啟能頂回來 麥超拿了球 這個球有些王魚, 邱建威 有些王魚, 麥超拐左走右 誰知道邱建威雖然矮矮矮矮矮 但是整份擔掉了麥超 看看整份擔掉了麥超 這個球吹佛相當合理 這個球又如何 洪生的香港隊 由譚紹偉、邱建威兩個人站在人場 球證當然要他站後一點 他還沒夠十馬 沒錯, 果然追雞要他多厚一點 間接的自由球, 球證舉過左手 麥超主打這個自由球 斬斬遠處那邊有沒有人賣 一頂 散了一頂的時候 撞到一頂的時候 撞到一頂的背部彈出去 但是球證看不到 這個球似乎一頂的時候 撞到內繼華的背部彈 但是球證看不到 就比香港隊的球門球 仍然是上半場比賽 雙方還沒打開紀錄 香港隊逃過幾次大難之後 演出開始就定了一點 那就沒有說 剛才我們見到那一輪 被廣東隊攻得氣都休息 好了, 第一次就是 在第二回合出場的 這個中奧延章 我幫他踢上前面給基亞 基亞也背著對方的龍鬥 鬥回去 譚少偉看怎麼比 叫過來右手邊 給隊長李劍和 李劍和斬遠處, 殺死了 這下基亞衝動一頂 也是同樣押著彭昌寧 記得第一回合彭昌寧 被基亞壓過就頂入一球 剛才那球如果也是頂入了 歷史重演 不過龍門勾錯糧是好的 再加上基亞頂的角度 根本有利於勾錯糧救這個球 他不是頂遠處 他頂近處 根本來說 這個球很容易救 這個球 香港的球迷看起來 當然是覺得很難 其實當時的威脅是有的 不是說這麼重要 好, 看這個界外球又怎麼扔 今晚的東教場已經坐滿二萬多人 全部的投票已經賣光了 據說黃牛黨炒票 炒過半價錢一樣賣光了 那怎麼樣 李劍和撿著球 不扔, 叫他基亞扔當然了 基亞的秘力比較李劍和 但是很多, 哇, 十幾步助跑 嘩, 扔下去 扔下去, 扔下去 扔下去, 扔下去 在中間的位置 坦白時一往往往後面 你見黃不夠, 對方頂, 頂出也沒有人 你問, 現在馬上馬上馬上馬來彈地 沒有人了 這波彈地很輕易 就是勾錯糧沒收的 剛才大家看到界外球 就機亞走去扔, 原來是確路 原因是確路 打到在上半場的中段時間 已經被調離場了 香港隊也以歐偉輪入剃是確路的 即是說, 其實那個調動 我們就在形角看不到 歐偉輪這個球頂不了 譚少偉頂不了, 漏了 五民兵再送右手兵 好了, 走位角比十六個謝玉生 謝玉生這個球員名氣就大 但是這兩回合的三公盃 那個演出來說 跟他的名氣似乎不成正比 以後彭張明送進去中 他拿過漏了 五群拉勉強起腳石 也沒什麼用 看來中學員也知道 最後足球是藍三的 廣東隊的球員足球 所以就不拿這個球 讓他漏出這個底線 再開一個球門球 擺定他一條踢好過了 剛剛聽到的球證雞聲 第二回合, 我們的省港盃 在東教場結束四十五分鐘的賽事 香港和廣東打成零比零平手 我們先休息一會 省港盃第二回合 在廣州市東教場比賽的 廣東對香港的賽事 現在是下半場的比賽 上半場雙方打成零比零的平手 基亞等女教育球 製造成廣東隊的後防一片的訓練 好, 這個波拉勾位 接到了, 可聲的射圍 又沒辦法最後一個機會 這個波拉勾位 但是有機會替香港隊 首先打開紀錄 可惜這個波烘得很漂亮 這個波, 看看 一彈後 由陳志強一個高球 附會前面這邊 對方莊越為不成之下 那波拉勾位前下 阿勒的波很漂亮 第一時間踩得很漂亮 可惜一趟一趟這邊 趟大邊應該有機會 波拉勾位在星期四晚一場 本地的甲島聯賽 對米芝露的賽事裡面 他曾經射過一個入球 好, 那場球 就是在這球中輸給米芝露 剛才那個球 如果他能夠再 拿回那邊的位置射 他入的機會 會比現在的射出界高很多 有件威力 在後面可以突破之後 離開插花 但回到後面 羅計劃 摘的樣子 這個波基亞 真是叉燒的 我們看來也打算進去 但是呢 那個波拋物線 最後那一刻 追不到你去網裡 這也可惜 廣東隊的彭昌泳 就是投球這方面 很明顯是輸了給基亞 第一回合的賽事 基亞先拔頭籌 又是他壓過了彭昌泳 這個球也是壓過了 剛剛高出一個球位 如果加上第一回合 就是他頂入那個球 這個案子來說 應該是第三次 上半場在我們剛剛看過 廣告之前看過 有個機會都是這樣 那個也是基亞頂中 不過被歐楚良救出了 說說一下 那邊廣東都有一個突擊 但是厲害 李衛文搶回這個球 再冷靜地躺回右手邊 這幾個東方的球員 真是靈性的合拍 這次香港隊主要 以東方球員 作為骨幹這個部署 也是完全沒有錯 非常明智的一個做法 陳志強也頂不了 不過不要緊 後面有鍾浩賢 你看 鍾浩賢代替希福特出場 那個理由 其實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說 認為廣東隊的高空 攻勢 就不是說這麼明顯 可以擺多一個 是外援的球員 在中拳場 有鍵位輕輕鬥比 就是李劍鶴 李劍鶴也給了譚世偉 這幾十三角短傳 看得到觀眾非常過癮 有鍵位再贊到中路 高球 這邊又看到 好, 歐偉倫這個球 左腳已經把握得很漂亮 但是被歐楚良撲出了 歐楚良的反應很快 這個球夠漂亮 是啊 因為歐偉倫完全不拿 第一時間就彈過去了 歐偉倫的反應 這個歐楚良的反應很快 竟然被他用左手把球托出去 好, 罰球了 陳志強把這個球撞到前場 好, 譚伯士一批在中間 麥超已經很疼勁了 這個球沒辦法了 他不敢給龍門 給龍門 龍門不能用手 因為他用腳踢就 也有紅衣的香港的攻擊球員 因此他不好了 穩陣一點 轉身把球咬出橫邊界外 這樣就確駱臂調離場 界外球肯定是基亞扔的 現在又是基亞扔 坐跑幾步 又扔進禁區去看你的樣子 扔進禁區 譚伯士頭腔 扔進來中間 有刀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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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我扔不倒 下半場打開球後 竟然香港隊佔盡優勢 最先的歐偉輪機會發達了 看這個球一扔進去譚伯士一批 扔進來中間 譚伯士一批 歐偉輪到了 但是歐楚良易快 雙手折出一彈彈地 就看到李健和一撞 撞了球出橫邊 這個球在禁區裡面 當時很混亂 歐偉輪到 李健和最後也撞了出界 球門球 廣東隊踢過 香港隊的後半場 說這個球有些犯規的成分 十四月最重要 形成就是彭偉國的單刀 這位現役的確決 看看怎麼樣 這個球把握不了 也是一個可惜 下半場 廣東隊的攻勢 實際來說 不是很多要靠這些突擊 這樣就出現了多年來 省港杯一個非常罕見的情況 就是香港隊能夠在下半場 是絕大部分都押著對手的 如果形光某現在看到這個慢動作 這樣突擊方法 都不是一貫廣東隊的這樣的踢法 通常就是我們的印象之中 廣東隊到了下半場 一定多數都會押著香港隊 由於體力比較強去援辜 出現了這個現象來說 真是一個好的預兆 好了 譚拔士回來來救球 一給羅雞華 羅雞華被人撞撞 但那個球仍然給回譚拔士 一給過來肌瓦 這個球這樣拉就大 又拉得大力多少 歐楚良逆出的時間相當穩 被歐楚良出來用腳 剷掉了這個肌瓦的埋門 好漂亮 其實肌瓦拿這個球 第一時間不拿 直接一拖拖禁區 想說單刀射 誰知道廣東隊的守門員 歐楚良也出得醒這個球 現在看到香港隊的政府領隊等等 拍手讚球先機 拿這個球是拿得好 謝玉珊 旁邊過來這邊 這個時候就是 有一個十五號的球員 就上了陣 凌小軍上陣 廣東隊換了一個人 凌小軍上陣 五民兵是被調出的 廣東隊也作出了一個電動 我剛才看到李勇一個助攻 射球在下半場 我們看到中浩元首次有些 需要做些功夫 即是要撲球 或者救球 這個球就是李勇射的球 也很厲害 不過可惜又是沒有什麼角度 這個球在廣東隊 差不多是三閘 中衛線打下去了 譚拔四 帶出來才送到這邊 譚少偉 譚少偉 這場球比上一場 活躍很多 在中路那裡 羅繼華 撞在後面 撞不到 當然撞在那裡 你等人撞不到球 你才有機會撞 送過來右手邊 看看有誰 是不是二號球員 彭昌榮 對,送上去 再彈到右手邊 這個凌小軍 進來沒多久 他代替五民兵 好 羅繼華這下射身過了 看看右手邊有哪個球員 應該就是李劍和 如果沒有錯的話 對此劍和出這個球 如果漂亮就有機會 好,好厲害 落在羅繼華的頭頂 羅繼華也順勢 把這個球頂回到左上角 歐楚良又救出了 這個球也是金場球裡面 一個很精彩的弓 和手的頸頭 較早之前 歐楚良已經撲救了 在歐偉倫一個第一屆屍射 現在又撲了羅繼華的頭巢宮門 廣東隊的後防得以補骨室 就是歐楚良居功致位 一停 這次譚拔時 一直被詞明華 掩護空門 握住這個球 譚拔時機會又頭巢見宮 被詞明華掩護空門 百計支持 投入這個球 好了 譚偉國一比 比了過來 比了過來是吳勤立 然後大腳高球勾去前面 這個凌憲軍就是想說去的 但是也逃不過趙俊明 橫殺到頭巢頂了出去 剛才救了這個詞明華 看看 一往往往往往往 再頂高 你見和頂高 再頂高 這邊的譚拔時頭巢一座 看白輸了 詞明華掩護空門救了這個球 得保不失 很少見到廣東隊 在下半場 在門前這麼狼狽 這個球隊誰頂到了 大家都頂不到 後面就有邱建威 也稍一猶疑 幾乎這個控球拳 香港隊失了 不過不要緊 現在拿回了 郭偉倫 最後被對手掃跌 凌小軍掃跌 凌小軍第一回合 他是正選 這場球做了後備 而吳勤立做正選 吳勤立就是膝蓋那裡有些傷 但是這場球既然這麼重要 他們無論有沒有傷 都一定要果傷上陣 佛球 趙俊明主要是這個佛球 一斬斬到前面 接著姬亞批過來中間 魔王安門的譚少偉 左腳這樣地球入網1比0 接近原場的階段 譚少偉迎接姬亞的頭巢 撇橫左腳射入這個球 很高興 一群球員湧出來和領隊 教練後備球員等等 擁抱 再看看 趙俊明主席這個佛球 一斬斬前 激押左側押球 除了一批 最後一批 批了過來 沒有人看過一譚樹慧 可以了 左腳拉地球 入網1比0 香港隊在這個時候 打開紀錄 幾乎沒有仇報 因為已經差不多 臨完場才能入球 不是 那邊廣東隊 但最後還有一個機會 還橫微 我剛剛說完 沒有仇報 誰知道原來差點說錯 如果這個球不是一條橫微 可能就要加時了 這個球怎麼混亂 我剛剛看過 那個時候真的 馬漢都飆了 這個球無端端 忠浩員又捉不到 被廣東隊球員 起到尿高的球 如果尿低幾吋 這場球肯定現在 也要加時的 還有一次機會 連什麼勾錯聯 都出來了 我相信最後一擊了 沒錯 球證的吹擊員 結果第十五屆的省港盃 是香港隊 兩回合計 二被擊敗廣東隊 亦成為歷史上 第五次奪得這個錦標 賽後 當然香港的球迷 和香港的觀眾 都非常開心 現在我們 也要看看 當晚 剛剛今晚 頒獎的情況 又是 霍英東博士 將這個省港盃 頒給隊長李健和 第五屆 省港盃歷史上的第五次 拿到冠軍 賽後 石金華也訪問了 教練 黃文偉和譚少偉 講講他們的心聲 衛國第一個回合 雙方打成一比一 今天打這場球 贏得來 就相當辛苦 感覺上 其實賽前的部署是這樣 整隊球 在這場球裡面的發揮 是怎樣的 你覺得 分了兩個階段 比賽初 初的階段 就是廣東隊給我們壓力很大 其實有很多球應該可以輸的 我們都交運避過 到下半場來 我們部署過 換了小小人 阿偉良都出來 廣東隊就沉了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 這麼多界未曾見過 廣東隊下半段就缺了氣 任我們在中場組織得很好 在這個球之前 也有很多機會 可以輸入球 偉仔 整場球的表現 並不是很突出的 但是去到臨圓場之前 有一個一剎那 你就射入了球球 那個球的情況是怎樣 當時我就見到 後衛這樣斬上去 我練球的時候 練過斬了機 一線中間 我們中場合攝 就這樣有這個機會 臨圓場一分鐘 就有這樣的機會射入了 我憑著香港隊的努力 終於獲得這個散港盃了 我們再看看 最後再看看這個 整場唯一的合球 好了 多謝各位收看 這裡也是 預祝香港隊以後 長長勝利 祝各位萬安 拜拜